据媒体报道 3月17号上午 柳州市柳江区 涉黑涉毒重大犯罪团伙头目 张家爱的豪华别墅被依法拆除 该别墅占地近2000平米 院内有专属停车场 停台楼阁以及游泳池等豪华设施 与周边普通民房相比 显得尤为扎眼 但这一切都已与大独销张家爱 一同化为四件的尘埃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张家爱贩毒团伙的犯罪历程 跟前一阵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 破冰行动里的故事情节 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其实这部缉毒大剧的剧情原型 却是另一桩曾经轰动全国 乃至全亚洲的缉毒大案 广东博社村 本是一个贫困落户的靠海小渔村 在上世纪90年代 该村逐渐开始了制毒贩毒 而到了2011年 该村的毒品产业已变得极为庞大 形成了家族化产业化 该村有两成家庭直接参与制毒 甚至还进行了技术升级 利用乳感冒药这种很容易买到的药 提取相关成分制毒 就这样 博社村逐渐称为亚洲制毒第一村 据广东警方称 2012年全中国将近35%的毒品 都是来自该地 两次被国家列为重点禁毒地区 该村毒贩极为猖狂 警方在多次整治行动中遭到暴力抗法 一下子两三百辆摩托车出来 把警察围住 堵路漫骂扔石头 放钉板砸玻璃 严重地还哄抢毒品 和警察直接发生冲突 2013年广东警方开展雷霆扫毒行动 经过几个月的细致侦查 警方在摸经毒贩团伙的所有情况后 出动4000警力展开轻角 甚至还出动直升机和快艇 将村子团团围住 最终捣毁制贩毒团伙 18个工厂77个 抓捕182人 缴获冰毒尽三吨 规模之大 事无前例 而这些毒贩直到被扣上手铐 都还死咬自己是无辜的 在警方重拳打击下 这个亚洲制毒第一村终于覆没 相比起这几亚洲制毒第一村大案 我国90年代发生的另一起击毒大案 则更为凶险 堪称新中国史上之罪 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震惊全国的 平远击毒案 平远街位于云南省山区 尽管面积只有325平方公里 人口5万余人 但当年的平远街可谓名副其实的毒窝 在这里经商不纳税 汽车不挂牌 家家私藏武器 贩卖枪支 户补经营毒品 盗窃抢劫杀人屡屡发生 可谓犯罪的天堂 当地政法委书记带人去抓捕罪犯 直接被歹徒用手榴弹炸死 而且歹徒还装备有重机枪 反坦克地雷 火箭筒等重武器 甚至当地匪首还修建了军事要塞 为了彻底消灭平远这颗都流 云南省不仅调派了3000多名武警 将平远团团包围 还出动了新型防暴装甲车 在81天的行动中 共抓获854名罪犯 缴获各类枪支1000多支 各种子弹4万发 手榴弹 手雷 地雷278枚 期间多次爆发激烈枪战 战斗强度绝不亚于一场低烈度的战争 我们特意找到了当时枪战的现场视频 并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刚雨军事 回复武警 看看缉毒斗争究竟有多么凶险 太多鲜明 解析世界军情要文 奇葩搞笑 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刚雨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 只为您呈现